你可以把它下載到你的根目跟那個Excel放一起 OK那另外還有一個BAS 那這個BAS是什麼呢 基本上BAS就是我最後 完成的 就是我做完了這個程式嘛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怎麼樣如果我將來的程式要給別人用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模組按右鍵有個什麼 匯出對不對 那匯出之後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改成就是問題 這個地方桌面上我可以把這個名稱改為 這個問題是 那副檔名是點BAS BAS實際上它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文字檔 裡面其實你可以用記事本把它打開 也是可以開得起來裡面的程式 然後呢將來如果別人如果要用的話 比如說你們將來要用我的程式你可以在按右鍵 把它匯入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 如果各位 有細節可能 一直 一直有那個撞牆的狀態 就是一直沒辦法玩 不知道哪裡錯的話 你可以call我的 那我是把它下載到這邊 那你可以 把路徑複製一下 把它再把它匯入 譬如說匯入到 這個問題式的 這裡面 你可以直接把 按右鍵 匯入 然後找到我們放的位置 是download這個路徑 這邊有個BAS按開啟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 就對了 對 對 對